大家眼中的乖乖女就因为穿了一件黄裙子被人用档服羞辱 梅根是一个电视主持人,她美丽,保守又修养 即将结束爱情长跑和男友订婚 虽然工作状况百出,但她仍然热爱自己的工作 这天电视台要开设一档新节目 梅根与另一位女主持进入最后的选拔 经纪人打探到内幕消息 梅根很有可能入选,只要今天好好表现就行了 梅根高兴坏了,打算下班以后和闺蜜去庆祝 回到家以后她傻了眼 家里的东西全部被人搬空了,不是遭贼了 而是前男友连夜逃跑 本想着情场失忆,职场得意 经纪人却告诉梅根,电视台最后选了另一个主持人 生活源源不断的打击,让梅根嚎啕大哭 闺蜜决定带着梅根去酒吧寻找小鲜肉 可梅根一件性感的裙子都没有 闺蜜就现出了自己的黄裙子 梅根喝了一杯又一杯 她放下了平日里的拘警,变得可爱又迷人 喝太多想去上厕所 迷糊的她走到了后门 高跟鞋卡在了楼梯上 路过的酒保搭救了她 两人一起来到酒保家 等梅根清醒过来以后 发现自己和她躺在一起 她怎么都没想到 平日里循规蹈矩的她居然能干出这样的事 她赶紧打开手机找人帮忙 却听到了经纪人的留言 你的对手被淘汰了 电视台在她的社交网络上发现不哑照 明天的主持好好表现 你肯定能得到这个机会 梅根换好衣服后就准备离开了 酒保的猫追着她跑 怕猫的她连东西都来不及拿 一路小跑出酒保家 没想到车被拖走了 手机还丢在了酒保家 大门关上她也没办法进去 为了自己的事业 梅根必须赶紧赶回家 否则升职加薪绝对凉了 乖乖女穿了件性感裙子 被人误会成干特殊职业的 梅根在大街上游荡着 她拦下了一辆计程车 想赶到拖车场 司机看了她的穿着 直接把她送到红灯区 梅根还没有钱 司机一听就怒了 你要么把钱放下 要么坐在我的大腿上跳舞 梅根当然不愿意 马上下车撒腿就跑 她拦住路过的车 问车主能不能载自己一程 不是遇到猥琐男 就是没人理她 路边的女孩还以为她在强客 直接冲上去破口打骂 连警察都看不下去 居然有人敢这么嚣张 他们下车警告了梅根 梅根在大街上漫无目的的走着 她看到一个面扇的黑哥 联邦上前寻求帮助 没想到警察追了上来 原来黑哥是个毒贩 看着黑哥一路狂奔 梅根也紧跟其后 一个不小心来到了毒贩的老巢 毒贩大黑哥认出了梅根的裙子是名牌 就认定他是卧底警察 这时小黑哥走了出来 他是梅根的粉丝 每天都会看他的节目 他还提出了一些意见 希望梅根能改进一下 梅根点了点头 他趁机接了电话 想给闺蜜打电话 可他只记得自己前男友的电话 他试着给自己打电话 酒保睡得和死猪一样 无奈之下梅根给前男友打电话 这时他才得知他有了新欢 还不肯帮助梅根 三个黑哥看不下去了 直接问候前男友全家 然而有人闯进这里 原来是帮牌间的斗争 为了不牵连梅根 小黑哥给了他一包毒品 让他离开这里去换钱 自己就不要尝试了 梅根十分感激 答应了小黑哥的要求 在节目上感谢他们三人 与此同时警察接到了一个消息 一个穿黄裙子的女人 打了一个霸王车 将本来萧安无事的街道闹得一团糟 现在还和毒贩子扯上了关系 警察准备逮捕他 梅根还不知道自己的处境 他往大街上走去 遇到了自己的粉丝 没想到对方不但不帮助他 还要拍下他的迥态 梅根仓促地逃跑 在一个公园停下来 将毒品卖给路人 没想到对方也是个毒贩 还以为梅根来找茬 直接叫上了自己的兄弟们 梅根连忙跳上公交车 然后坐车要一块五 他却没有钱 这下倒霉了 女孩因为穿得太性感 被全车人羞辱 最后还被司机赶下车 梅根跑到一个教堂里洗眼睛 偶遇到了教徒 他向对方借一块五座公交 教徒却提出了条件 你给我唱首歌 我给你钱 教徒听女人唱歌是违反了教义的 他还是打算冒险一下 梅根同意了 用自己充满雌性的歌声 让教徒沉醉于其中 很快他的歌声吸引了其他人 教徒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只能说梅根是女巫 唱歌诱惑自己 这下梅根又多了个罪名 亵渎宗教 另一边酒包醒来以后 就赶紧联合闺蜜 去寻找梅根的下落 而梅根正在偷自行车 打算骑车去拖车场 却被一个小男孩撞见了 借车也是可以 只要梅根让他看一眼凶 梅根让他闭上眼 再给了他一拳 骑着车潇洒离去了 小男孩报警了 警察都无语了 怎么又是黄裙子的女人 梅根一路狂奔 终于来到了拖车场的对面 他只要翻过围栏 就能拿到自己的车 梅根不顾生命危险 走向了高速公路 身后是逮捕他的警察 两边是川流不息的车 头顶还有在直升飞机上拍摄的同事 要是被抓住 他肯定会身败名裂的 他终于到达了拖车场 工作人员告诉他 想要拿车就要交钱 可钱包在车上 梅根顾不得这么多 直接冲进了拖车场 开走了自己的车 车窗被砸 钱包被偷 这下又怎么出去呢 只能硬闯了 车开到一半爆胎了 他被卡在了大门口 还好酒保和闺蜜及时赶到 他们带走梅根去电视台 路上遇到了堵车 梅根联系直升机上的同事 成功抵达了电视台 面对警察的盘问 闺蜜机智的回答 梅根是电视台的卧底 梅根花了一分钟的时间化妆穿衣 一坐在摄像机前 她就马上进入工作状态 今天的时事热点 一个黄裙子的女人 搅乱了整座城市 这个女人不就是她 梅根看不下去了 这里面太多添油加醋的成分 她彻底放飞自我 脱下外套 放下头发 将脏兮兮的腿架在桌子上 她分享了昨晚的遭遇 吐槽了那些对她有误解的人 她感谢了闺蜜和酒保 还有三个黑哥 他们都高兴坏了 最后将前男友臭骂一顿 这时前男友因为和毒贩打过电话 警察将她抓了起来 梅根本以为自己的事业凉了 没想到领导对她的卧底经历感兴趣 打算给她开示一档卧底节目 梅根现在不在意了 她只想和酒保在一起 讨论今晚去谁家 梅根在这段羞辱之旅中 找回了自我 本来是乖乖女的她 彻底放飞了自我 也见识到人情冷暖 还有人们自带偏见的双眼 很庆幸的是 她没有因为这些偏见去纠正自己 而是活出了自我 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人生